我今天自己有帶來一個就是 我自己現在晚上在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這陣子一直在跟體重抗衡 就一直在那個 很瘦 他保持得很好 我覺得要保持很難 對啊 因為很難 所以我就是在吃方面 就特別特別的注重 那個現場有帶給大家喝 所以也可以當小野 可以啊 然後他也可以當下午茶 我先跟大家講 因為我今天帶來的 他其實是有兩種 然後一個是蘋果口味 另外一個是芒果 然後蘋果這個 其實裡面就是膳食纖維 膳食纖維我相信大家應該聽過 他其實就是我們那個 腸胃道的清道膚 就要可以促進腸道蠕動 對 然後如果說你有素變什麼的 吃膳食纖維其實都還滿好的 然後另外芒果這個 裡面是膠原蛋白 對 他其實裡面是有膠原蛋白 而且他這樣一小包 他裡面有5000毫克的膠原蛋白 其實大概就是你一天的補充量 所以一天一包而已嗎 對 還是我們餓了就喝 其實也不用那麼多 基本上我們都是適量 一到兩包 因為像我昨天晚上就是肚子很餓 晚上凌晨一點多 然後我就喝一包 這飽了耶 我本來都已經 忍不住買好泡麵 在旁邊添擺 怎麼辦 真的 我感覺這只是會開胃 沒有 他其實真的會有飽味 我也要喝喝看 會有飽食感 他要怎麼比例 要怎麼對 我來教大家怎麼泡 對 它其實裡面就是 它會不會起來的那個口感 對 它會很像優格 然後或者說很像奶 就看你牛奶加的那個比例 加牛奶 對 加牛奶 只能加牛奶嗎 這已經加過牛奶 對 這已經加過了 那是一包的料理 對 就是一包的料 只能加牛奶就是了 基本上我們建議大家加牛奶 對 我試過有加過豆漿 但就是口感比較沒有像 牛奶那麼香 好像喝乳 對 但是其實很好喝對不對 好像比較液體的果凍麵汁 對 它好吃 送我手上這個搖搖杯 所以你買兩盒 他就有送這個搖搖杯 然後我們建議大家 如果你今天是要喝成像 優格的那個 比較膩 對 比較濃 你可以先加150cc的牛奶 或者是冰羊奶也可以 所以有的人喜歡喝羊奶也可以 對 然後先一百五 然後我們就把一整包倒進去 所以冰的就可以了 冰的 對 不太建議用溫的 不建議用溫的 冰的這樣可以溶起嗎 用溫的 它會調不出來那個奶昔的口感 我媽叫我不要喝冰的 對 先用涼的 對 用涼的 而且我跟你講 你晚上 就這樣搖一搖 而且晚上 還可以運動出手臂 對 就這樣搖 那個搖可以出手臂 可以受這塊蝴蝶秀 一杯下去真的還滿飽的 我跟你講真的 還有飽足感 其實真的很有飽足感 如果有的人不喜歡喝 那麼濃稠的口感的話 你就可以再把它加到 200或者是200 就看你自己喜歡的口感 然後像我自己 我就會再把它加到200 因為這樣子其實你喝下去 真的就很容易飽 超飽 它這樣一杯熱量大概 對啊 這個的話 蘋果這個只有 只有7.6 牛奶呢 是那一包我們看一下 它不是那種糖的 所以牛奶我就搭那個 無糖的就好 對 你就搭第五指 所以我們是一包這個 然後一包這個加在一起 沒有 就是一次 一次一個口味就好 所以那芒果呢 芒果的話它稍微高一點點 這36大卡 但是也很低 對啊 也很少 沒有 裡面還有 有三 對 芒果這個是叫人家 所以因為一口那個 滷味就300卡 對啊 而且裡面有7000毫克的 膳食纖維 它有加維他命 像這個是加維他命B6 維他命B6可以做什麼用 可以促進脂肪的代謝 對 所以如果你本身有在減肥 像我最近一直在減肥 我就會一直在吃就可以 對 超好吃快 你應該很乾的 很難喝 帶回家 真的其實很飽 我覺得挺飽 像那個芒果這個的話 裡面有加維他命E 抗氧化 然後還有維他命C 維他命C就是可以幫助 膠原蛋白的合成 所以其實真的要提醒大家 雖然說 有時候晚上大家會想要吃宵夜 或是說那個 午休時間想要吃一些下午茶 還是要建議大家吃一些好吃 但是又不發胖 而且還可以讓你皮膚變美麗的東西 對 而且重點熱量很低